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李曙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是呈现了开高而走低 中场指数只有呈现了一个小涨 它形成了一个黑K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台北股市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里面 也告诉大家 你轮动非常非常快速的情况之中 你千万不要去做追高 你看在今天的指数最高涨了快200点 190几点 中场只有涨了几十点 30几点 所以在这样的格局中 重个股而轻指数 而且你千万不要什么 赚了指数而赔了价差 是在这最近里面 你一定要去了解到的 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很多的个股它的投机位 它太浓 而且我们台湾的一个股市 把很多的定义上面定得很广 比如说元宇宙 元宇宙我说过 它的确是未来科技产业 很想要去做经营 很想要去做往前前进的一个产业 但是它必须要耕耘有成 达到真正称之为元宇宙 它需要5到10年 至少是5年 可是我们台湾在最近里面 把元宇宙的概念个股 无限上纲 可以上纲到多可怕的一个部分 报纸上面给你灯 车灯 元宇宙概念个股 车用电子 元宇宙概念个股 现在连GPS 也是元宇宙概念个股 有没有够夸张 它真的是非常夸张 也告诉你台北股市 它充满了投机的味道 但是当你的结构 越来越投机 当你的强股没有续航力道 真正是台北股市 中流砥柱的有钱人的中始户 我就讲过 它会逢高调节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的持股比例要降到7成 你在之前里面 你把所有之前卖的 都做价差的回补 你要降到7成 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 台北股市的结构面 它不对 它是非常不对 因为整个业内跟主力 我说业内跟主力 跟中始户最大的不同 他们会做当日冲 隔日冲 极短线 中始户他往往喜欢 抱一个大波段 波段的获利 倍数性的获利 这是中间最大的差别 他们也不喜欢使用融资 融资的部分就是做短线 这个部分大家留意 你来看 如果说你听不下去 鼠方在昨天很耳提面命 很真心诚意 告诉投资朋友的一番话 你在今天最高涨191点 收盘总涨35点 更夸张的一件事情 我说昨天就是拉台积电 台积电从昨天的低到高 拉了10块钱 今天更夸张 台积电的最高是614 收最低602 台积电它没有变 它600块钱以下 才是每5%到10% 是长期投资朋友 你要去做留意的 你600块钱以上 你是趋势 但是你来看它的走势 就变成这样子 昨天拉尾盘 今天杀 杀到最低点 你说这样的格局之中 你要如何去做操作 你很难 所以你只能够去做低接 你600块钱以下 你去做投资 你去做低接 它是方法 等到台积电 真的能够去转强 它才是一个趋势 我说600块钱以上去是趋势 600块钱以下 才是投资的方式 而且在最近你去追 有什么好处 你没有什么好处 我说整个元宇宙 它一定是由科技大厂 它去主控 他们为什么要去做主控 因为在这种过程之中 譬如说Facebook Meta Facebook改名叫Meta 根本没涨多少 真正大涨 我跟大家讲说 真正大涨不是来自于硬体 它是来自于软体 这里面来讲的话 能够软运间吃的 就是什么NVIDIA AMD 或是Microsoft 这一类型 高通是次资 苹果也是因为 它明年要推出AR 但是苹果真正的大涨 是因为它真的要切入 苹果的汽车 这个部分大家要搞清楚 否则在今天里面来讲 我说你在最近里面 不用低接的策略 有些的个股 譬如说你连涨 连涨个几天 你再去追 这个真的蛮可 你看它今天的走势是这样子 你一来一回之中 你怎么办 或是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 像3675的得围 业绩真的很好 可是你去追到最高点 你今天来讲的话 是回到你可以低接的 一个时间点 这个部分你要去做留意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结构如果不变 那中石户它只会逢高卖 它不可能跟你投机 它投机有什么意义 它要的是投资 它要的是一个大波段的获利 你说高股息值率 高股息值率率 那是你做的 对于有钱人而言 他去买基金就好了 他去买ETF就好了 他干嘛要被你磕40%的税 这是很大的差别的不同 我说投资朋友 你当然可以去买高股息值率率 就是我在之前里面跟大家讲 你这次也赚到 就是什么0056类似 0056这高股息的个股 这种ETF OK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参与 个股上面的股息 那个中石户是40% 它不是像我们里面来讲话 或一般投资朋友里面来讲话 人家是假团 你没有超过27万 一年没有超过27万 是不是还是27万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念 没有超过27万 过去没有超过27万 你是不用被磕睡的 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去做留意 你看因为内根主力 一直在反市场 杀台积电OTC就涨 昨天OTC就杀 这样子有什么意义 你可以发觉到 每一天里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天涨的结构上面 都不一样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整个台北股市的结构 大概有几件事情 你要去做注意 我昨天一直跟他讲 你要用低接 这个还是一个复合底型 在今天里面 台北股市一开盘 曾经想要去做补量 但最终他补不到4000亿 你补不到4000亿的过程中 你来看 你量是出不来 我给他放大成目前的集中市场 你量是不是没有出来 你的KD指标有比这边高吗 这是17986 你是17986 你今天高点是17988 你是有过高 但是你的KD指标 我说KD一定不会过高 我说创高的时候 观察一下KD有没有过高 量出不出的来 你没有出来之前 你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追 它就还是一个复合底型 还是一个复合底型 就是18000 之前的高点是18000点附近 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这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留意的 我说过之前前高17986 可惜是双倍零 第二件事情 它是来自于什么 我说不管是个股或是大盘 你只要发现 五日均线乖离很大 你不用追的 你不要每次看到指数在涨 你就很想买股票 指数在跌 你就很想杀股票 你想想看 在这一波的追击点 就是季线 融资砰一声给你杀下去 现在融资又 啪 给你追上来 何并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这是五日均线 正乖离过大后的震荡 你要留意的 还是台北股市能不能补量 去突破一个复合的底性 问题是你要随时留意 资金的流向比 我昨天就讲了 目前台北股是有续航力道 可以连涨很多天的 大概如果以类股族群 大概就是航运个股 航运个股的资金 在昨天你拉到将近三成 还没有跟最热的一样是四成 到了三成 电子就不到六成 你电子不到六成 甚至不是七成 七成才是唯一的主流 你六成是轮动 你现在连六成都不到 你电子个股涨太多 你去追一定会拉回来 因为这边都有当冲的卖压 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讲话 在这种过程中 就是不敢长期持有 就是当冲 然后冲不对了 冲套牢了就放在手上 你又何必呢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的轮动快速 你一定要用低阶 除非你是当冲高手 除非你的退佣很高 台湾鼓励当冲 我说我不鼓励当冲 我鼓励像国外一样 你长期投资一年的 你减多少税 两年三年以上减多少税 台湾不一样 鼓励当冲 这是少数 几乎只有台湾会做 我没办法 我们就要尊重 整个政府的政策 没有出量之前 这个至少要4000亿 至少 没有4000亿 你就看负荷底细 因为你没有4000亿的量 就算过了18034 它走不远 它不会走得太远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留意 所以中石户 它一定是看价量的结构 整个这个时间点 产业的结构 还有什么 类股轮动的结构 你只要这个结构不对 它之前补回来的 我在之前就讲过 我说中石户到季线的时候 全部做诈架回补 这边有25%的换股 25%的续报 你如果不对的话 它这边换股的部分 续报的部分 它就会砍掉 它会逢高卖掉 所以在最近里面 中石户它其实的操作 已经很紧接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很容易开高走低 很多的个股 也很容易开高走低 那就是因为它们逢高在调 它们不是压低出 逢高在调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所以我昨天才会提醒大家 你的持股要变7成 因为如果没有中石户的话 台北股市 你说凭外资 外资又不是真心诚意做多 它都是看着什么 看着汇率 今天又升值了 没事 看着汇率在那边坐来坐去 就是这个样子 投信在最近里面 它被动式的操作 在高股息低档的个股 它很少主动操作 主动操作就是半导体 车用跟涨价效应 如果你没有主动式的一个操作 都是被动还去买充滑电信 你就了解到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不觉得这两个 目前在这两个过程之中 可以阻挡台北股市的多与空 重点就是台北股市的 多与空的过程之中 有没有一些很夸张 我给大家看 我没有意见 能够追 能够锁码 都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也不会去空强势个股 空头市场我才做空 多头市场我不做空 我曾经做空过 我也跟大家讲得很实话 我也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但是多头市场 鼠方是不做空的 基本上要中空或长空 最好是长空 才做空 你来看在最近里面 有一个股票 好像是环天环天科 人家这一个个股上面来讲话 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面 它主要是在做什么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 它大部分 什么环天 环天科就是GPS 跟这有关系 或是神达这一类型 可是你要 因为你的手机上面 你就是已经有GPS了 你能够去增加的是什么 你要买这些个股 不是说你不能买 有些股票你就是做国家 像环天科你就是做国家 也不要说你来投资 你看它的EPS 有什么好投资的 你看它的营收上面 有什么好投资的 你基本上就是 它现在趁着它是元宇宙 它现在大家就讲 元宇宙就会涨 车用也讲是元宇宙 其实GPS本来就是用在车用 那可以 也就是说在这种个股上面来讲话 你自己要注意 你本身像你操作在宏达电 或是你操作在卫树或是你操作在环天科 它本来就是高本益比 它本来就是题材性 那能不能够真的那么快 有获利跟营收 不可能 我就问大家讲 红达电 红达电11月份的营收月增 很正常 它出了新品 头戴式的装置 问题是它还年减 所以本来元宇宙就需要5年的时间 你操作在这些个股 我就跟大家讲 你就去观察 你要嘛就五日线 要嘛就是月均线 要嘛就大量区间有手 如果没有手你就出场 有手就继续做 市场本来就有投机资金 很正常 我就非常的正常 这没有什么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个人认为 在这里面来讲话 台北股市 它进入到一个停看厅的时候 为什么停看厅呢 因为这市场上面的资金 它并不是走投资的路线 它走投机的路线 走投机的路线 大家也知道元宇宙不可能一年之中 它能够有什么成就 所以大家都会在这些个股上面 它为什么会去做 因为它基本面不好 它获利不好 就一涨 棒一堆人就去放空 所以我说你放空 你打落水狗 你何必要强压地头蛇 你就龙圈一放空 它再给你嘎上去 因为我说12月 1月到3月 本来就是嘎空 非常旺的一个时候 你自己要去留意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之前讲 这一个就比大盘先跌 大盘后来创新低之后 它没有创新低 我就跟大家讲 航运个股 货柜个股就是这一种 其他就是这一类型的 就大盘跌到季线 它没有跌破季线 守在月线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鼠方就说过 你加入我们 鼠方不会硬要 今天开高走低 我带你去买 你妈上线 啪 一大堆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跟着我们 鼠方会很仔细地 看场中的变化 很仔细地 去了解到 中石户的操作 中石户如果 对这个盘有信心的时候 中石户如果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他愿意再操作 一档新的个股的时候 你在第一个时间点 就可以跟上鼠方 我们如果没有操作 没有买新的个股 你也不会起算会期 你也不会把资金里面 过度的投机 到一些的个股上面 又不能够长期的持有 这都不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所以鼠方希望观众朋友 能够跟上鼠方的一个脚步 跟着我们在盘中操作 不管是做价差 不管是波段性的操作 你都很有机会 成为股市的赢家 那鼠方不是一个使多头 不是一个使空头 如同我刚才说的 真正有带领买进 才开始起算会期 所以你要跟上 鼠方的一个操作 在盘中的全新投资组合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们说过 现在全世界最夯的 就是元宇宙 所以很多的一个产业 都必须把自己里面 跟元宇宙 故意扯上边 我刚刚讲 黄天科本身就是GPS 你的手表是GPS 你的一个手机要GPS 你的穿戴式装置要GPS 但是你能不能够 硬扯上是元宇宙 那就看个人 因为他头戴式装置 需要GPS 那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照我们台湾这样的定义 什么电子个股不是元宇宙 每一个都是元宇宙 不是元宇宙的才吸汗 对不对 全部都是 记忆体 半导体 PCB 低轨卫星 GPS 车子 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元宇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元宇宙哪有那么难达成 为什么要花5到10年 那就是大家里面来讲 他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那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在之前里面 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运输个股 像长龙就是120块钱左右 是买点 安全的卖点就140左右 就120到140是最好操作 那140以上 那你要看 他的左肩的高点 就是148 149 那你来看 在今天的一个所谓的长龙 最高就是149 因为左肩的高点 它会遇到解套性的卖压 那我在这个节目 也跟大家讲说 长龙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说 跌下来我也跟你讲 不要杀 在这一次可以去做加码 120左右去买 140左右去卖 然后你最高可以看到 18 19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但是你自己要留意说 他能不能够去创新高 到230几块钱 我就会有点困难的原因 是他的EPS 他不是成长性 他是之前价值被低估 就像面板个股 驱动IC一样 他明年获利都不会比今年更好 但他的获利被低估 所以他可以做个反弹 右肩的反弹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必须要站149 你才能够再往上看 所以你就必须看长龙 能不能够站稳149 才能够再往上看 就是这样子 至于在航空个股里面来讲 我的看法是改不变的 现在就是在看重码面 大家说昨天的一个华航 外资卖 外资卖就卖 外资基本上就是在最近里面 就是这样 他一下借券卖 一下子会买 一下子在借券卖 那没有什么 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 他跟长龙行 你看今天的华航是28.5 为什么长龙行追过去了 因为长龙行的融资 没有暴增那么多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你不要一天到晚都用融资 你用融资里面 很容易被人家算出来 你问我说航空个股里面 到底怎么样 我说目前的航空个股 就是趋势 第四季的货柜 跟第三季的货柜 大家之前被低估 其实第四季跟第三季是一样的 但是航空个股货运的价格 是在创新高 货柜的价格 或是BDI的价格 是在反弹 大家自己要去留意 所以我才会说货柜 或是你是散装轮 你要做右肩反弹 你的一个所谓的 航空个股里面来讲 就定于筹码面 你来看2618的一个长龙航 有没有接近前高了 KD指标在这边交叉 基本上它是有机会 靠近前高或是过前高 但是它要去做一些的补量 2610的华航 它之前的高点比较高 但是你看它KD指标 也交叉向上 如果要去过新高 要去做一些补量的动作 融资水位最好退一下 退一下会比较好 目前看起来我说 我之前最低点24块这里 我就跟大家讲 你怕就不要买 我就跟你讲说 我认为可以买 因为它是在中线上面的周线 中线代表的是周线 最大量区间的下源是24.6 当天收盘收在24.7 你说这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在看技术面 有是你看不看得懂而已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整个货柜个股里面 也跟大家讲完 我说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要稍微去做留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选 你宁愿选择有产业 好的一个前景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至于在低轨卫星 我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跟所谓的一个元宇宙 最简单 因为我们台湾Wi-Fi太好了 你走到哪里都有Wi-Fi 可是在全世界 不要说台湾 你如果有去日本你就知道 每一次要Wi-Fi 还跑到便利商店里面 坐在那边用的Wi-Fi 对不对 我有没有说错 没错吧 全世界就是台湾Wi-Fi网路最棒 美国 美国里面你买很多手机 你跨洲都不行 所以它要靠的就是这些低轨卫星 它要靠的就是物联网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哪来的资料中心 储存 你哪来的资料共用 但是我说过元宇宙最困难 就是这个资料共用 你没有办法资料共用 就没有办法有元宇宙 你要低轨卫星 你要5G 你才能够元宇宙 然后你还要软体设计 所以我说最赚钱的就那几家 AMD NVIDIA Microsoft 然后在我们台湾里面来讲话 大部分都跟硬体有关系 但是硬体 你碰到了Menta 就是所谓的Facebook 我告诉你很难 Facebook以后 它的穿戴式装置 通通都是要走不赚钱的方式 然后再过来 苹果要出了 你怎么拼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自己留意 但我说过低轨卫星 它只是一个题材 它名人获利真的不错 这都是大家自己留意 但是如果你要多重 题材的一些的个股 我就跟大家讲说 同性件不错 因为你真正要讲到 元宇宙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感测元件 你要非常重要的感测元件 必须存在 你才有所谓的元宇宙 或是你的自驾系统 你一定要感测元件 你才可以用 所以感测元件 应该就是不错的 不错的一个 未来元宇宙的一个元素之一 可是你的操作上面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同性件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 当时候在100多块钱 涨到302.5 涨停板 再到涨高上2.5 我们好心的告诉你 不要追高 你拉回支撑不破 月季线你再来买进 你来看同性电 来看日线 它有利空有跌过吗 它没有跌 这部分你大家知道 月季线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你看融资的水位也不见 它也不见 这部分你自己留意 至于在功率元件的部分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功率元件 它本来就是车用 因为所有的车子 跟电有关系的最重要 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电动车 你也不需要说我一定要特斯拉 我一定要什么 因为特斯拉是最先进 但是量产还是会日本最厉害 所以功率元件里面来讲的话 它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大同我也跟大家讲 一定迫线 如果有迫线的时候 迫线的时候 你自己去做留意 大同今天为什么杀 很简单 融资莫名其妙 报上灯一下说 我有360亿的资产 不动产即将上台 我要去做什么的房地产 本来就是它的 它的资产本来就是这么的多 所以未来里面做房地产 它一定是可以赚很多钱 重点是房地产 又不是你每个月营收看得到 你都是要慢慢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长线 长线的布局就是你要挑 比较好的一个买点 再去做一些的留意 ABF的部分 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ABF里面来讲 都是电子个股里面 或是半导体 都是电子个股里面 能见度比较高的 或是明年的Type-C 也是成长性比较高的 都是观众朋友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诚如我说的 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可能今天每一天 都可以看得到 今天强股是什么 今天弱股是什么 可是你没有办法 真正的了解到 中石户的一些的动态 或是真正去了解到 整个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你只会看到指数在涨 好想买 好想买 指数在跌 好想杀 好想杀 往往都是追高与杀低 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所以蜀方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了解到 蜀方不是一个使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使空头 一旦台北股市的结构转家 一旦台北股市 它有出现了 波段获利的机会 蜀方会在盘中 第一个时间点 带着你去做进场 所以你要跟上蜀方的脚步 跟上蜀方在盘中的操作 你不妨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8 公司与分析利益关系 游уб析利益关系 进行方式与分析利益关系